这两天呢朋友圈呢一直在聊电影聊战狼 确实战狼最近挺火的 在感叹这个票房非常高的同时呢 我们也感叹吴京真的是挺拼的 以前一直说吴京是功夫小子 但是现在呢却能够通过七年的磨练 给大家带出一部电影回顾他的成长轨迹 从一个普通的习武孩童 到现在他的成长呢离不开一个人 就是他的启蒙老师吴斌了 那最近呢我们在北京一个平凡的住宅楼里面 见到了吴老师 不聊不知道没想到老爷子那儿的故事啊 还真的不少 原本约好的采访地点是吴老的家里 但是没有想到老人家手上的这把钥匙不听话了 愣是让我们在外面聊上了天 让吴京给你换 没准他能换 小林区吗 当所将打开了门之后 老人就第一时间从房间里爆出了一本影集 对于里面的老照片如数夹珍 这是李南洁是吗 这个不是李南洁吗 哪个是您呢 吴老师 这个不是我吗 吴老把这些照片保存得非常好 最早的照片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 吴老师不仅见证了徒弟们的那些青春岁月 也见证了他们的成功 这个理念就在美国的家 现在没有了 当初我们在美国训练的时候 他请北京队全体到他们家去坐坐 让我请吃饭 在这些照片当中 我们还看到了真子丹张峰义王姬的身影 如今的大明星们在老照片当中是那样青涩 他们会出现在这里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都和吴斌老师学习过武术 而在这所有的学生当中 吴京肯定是跟他最亲近的学生之一 在北京武术队的那段时间 吴京恰好遇上电影《少林寺》导演 张鑫言来对比挑演员 于是一眼就被导演看上 然后导演一看 这个吴京小孩 这个挺好 形象不错 体型也不错 吴京从此踏入演艺圈 成为了中国著名打星 涂地的每一部作品吴老几乎都看 老师看学生也是越看越满意 只要他演哪一个角色 他所发挥出来的一些武术的动作 和技术 还是比较完美 约了星天地北京独家采访不他